大家好,我們現在準備第16堂的型版 首先在我們畫這幅畫之前,大家先準備了兩張廢紙 一張就是畫紙這麼大的尺寸,就是15x15cm 另一張是小小的,就可以了 我們今次的直播會講這本故事書,就是坐電車出發 坐電車就是日本的距本,電車就是火車或一些比較遠程的地鐵 就不是香港的電車感覺 所以我們今次的型版除了畫列車之外,也要畫風景 我給大家看看畫是怎樣 我們會畫一個景的型版和火車型版 如果大家可以的話,我們就開始畫這個型版 首先我們就畫了風景的型版 我們可以拿回這張筷子 首先我們畫背景的地方就是油菜花田 我們先畫第一片的油菜花田 畫一個山坡這樣就可以 然後我們會有一個隧道口 隧道口類似一個山洞位 你們可以畫一個類似三洞 你們可以畫一個類似三洞 不用那麼圓的 因為始終這些建築 舊式的日本建築的隧道 不是做得很漂亮的 我們畫後面一片的油菜花田 可以畫一個封條麵線 大家可以畫一個封條圖 也不一定像我這樣畫一條曲線 還有一個封條圖 另外呢,就是有一個隧道口 這座隧道口 大家可以畫一個類似門外的圖案 如果大家畫好之後,這裏凡有線的地方也切出來就可以了 另一方面我們要畫一個列車的形板,即是本書講的電車 電車要怎樣畫呢?大家要跟著我的畫法王 首先我們拿一張細小的紙,這個電車的尺寸 這個電車的尺寸,我全長大約5cm左右 所以小小就可以了 電車怎樣畫呢?首先我們拿一張廢紙出來 我們在紙上先畫一條斜線 然後在這條斜線的下面,我們好像畫一條斜的線 不用太平衡的,這裏闊少少,這個窄少少就可以了 闊少少和窄少少,不要太大分別 然後我們畫幾條直線,包括這裏一條直線,兩條直線 另外我們也要畫一條直線,這條直線可以畫高一點點 如果明白的話,我們在這裏 畫一條線連在這裏的線頭和線尾的位置 同樣,我們在這裏畫一條斜線 不用跟著這條線那麼長,短一點就可以了 然後再加一條線,這條線和這條線差不多是平衡的 這樣 如果大家這個位置可以的話 我們會把電車,跟著本書的原創 大概在中間畫一條斜線,跟著斜線 這個是什麼呢? 因為到時我們想做到電車分開兩折,所以先畫一條線 在這條線的上面,我們是要弄下去的 看到嗎? 其實這條線就可以拆掉了 我拆一拆,看你會不會容易看清楚一點 這個是弄下去的 因為想做到效果好像有兩卡車一樣 好,如果這個畫好之後,我們在這裏 然後在中間畫一條線 這裏一樣,畫一條線 我把這條線拆掉了 因為我等一下就不用剪這裏 反而其他這些,你看到有線的地方 我們都需要剪出來的 如果大家畫好之後,就麻煩跟著黑線 把兩個形板剪出來 我們剪出來的 我們剪出來的形板是這樣的 首先大家會看到我這個小火車 有三條的,一條兩條三條 但是因為怕它會飛來飛去 在未做直播之前 大家也可以拿膠紙貼一貼 免得飛來飛去 第二樣的形板就是剛才說的風景形板 一樣,隧道口,這兩個油彩花田 因為我都怕它會飛來飛去 所以我拿膠紙固定 在做第16唐直播 所以我們就需要用到這些形板 大家可以先準備定 這幅畫可能相對於平時的畫 可能會有多一點的複雜位 所以大家可能會預 那天畫的時間會長一點 另外就是 除了這兩個形板之外 其實畫裡面還不需要做形板 但是很簡單 所以我會在上課時做 我就不預先做了 所以大家在到時畫畫的時候 都準備多兩張廢紙 準備多兩張廢紙 就好過到時畫畫下 發覺我要整形板 我沒有紙 就會有些混亂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